真真假假 究竟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很多人想知道关于绿蕴石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天内内物 是一种蕴石 绿蕴石 我们经常听到捷克绿蕴石 甚至乎天铁两者都是镴石来的 大家要分别 这个是它本身的色不是这个色 是事后电到出来的 银色、玫瑰、金、金色 这个是天然的 原色就是绿色的 它有什么分别呢? 它可以对应我们的心轮 但天铁做不到的 不可以的 这个可以对应我们的心轮 如果你的轮位塞了 你带在这个颈链呢 有帮助的 是可以通心轮的 甚至乎呢 我有位朋友他跟我说 他就是带了这个绿蕴石 就在这个心轮位置 他带着睡觉 然后说Peter Sir 有个很奇妙的感觉 他就是说睡睡觉 整个人飘浮了出来 他说为什么呢? 这么神奇的 我说你灵魂出笑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很害怕 立刻回到自己身体 我说你错过了一个好玩的机会 我在十年前上个堂 何国灵魂出笑的 我是上堂练习了 练习了大半年都出不到 但有一次呢 我大感冒半夜出去喝水 然后滚回一张床 一回一张床 我就灵魂出笑 所以我试过一下 是有一分钟灵魂出笑的感觉 很奇妙的 这个绿蕴石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呢? 它能量很强的 它也可以我们叫做护身符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要小心 原来坊间很多假的 例如这些呢 这个是假的 怎样看呢? 你用电筒去照 或者用眼去留心些 是很通透的 留意下 越是漂亮就要小心 包括这些手寸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尤其是手寸 好似的 你一定要好小心 否则就很大的损失 如果真的呢 它有些纹里面 是怎样说 几乎的bubble是很少的 但如果是假的 就很多bubble的 要留意 为什么呢? 它可以做到出来的 尤其是这些假的手寸 的bubble是很规则的 即每一粒都是在那个位置的 也都要小心 还有假的呢 你秤一下它 咦? 轻飘飘的 大家一定要留意 如果你买了假的呢 你上来 为什么做不到呢? 原来呢 那个是塑胶来的 我再讲讲下 如果真的和假的 怎样分别 如果真的呢 很有趣的 那纹路呢 如果你把它反转 在旁边的边边 真的呢 旁边的纹路呢 是少很多很多的 即是很顺滑的 但如果假的呢 你把它反转一下呢 它的纹路都是一样的 和面那些一样的 是圆着的 但真的呢 旁边的呢 是顺滑一点的 还有呢 就是假的呢 就会比较通透一点 最重要呢 如果有些朋友说 很复杂啊 那你最好呢 就放在手上 如果真的呢 你feel两分钟 什么都不要想 衣着眼睛 好了 你会感受到的一种跳动 但假的呢 你放在左手中心 你怎样feel都feel不到的 那就是最容易可以知道的 来近呢 十月份 我会有个班 我会教大家 怎样用水晶 达成这个心想事成 吸引力法则 里面的技巧呢 巧妙呢 我会教大家的 如果有兴趣呢 你就可以卡进去留意 那我比达尔尔等着你们哦